随着俄罗斯其实进攻乌克兰 有更多惊险的逃难故事曝光 她是在美国二海俄州读书的乌克兰人密拉 自从俄罗斯入侵后 她就联络不上在家乡的母亲跟姐姐 她的家乡位在乌克兰东北哈尔科夫的城市伊九姆 这里不久前被俄军占领 迟时等不到家人联络 密拉动身前往乌波边境 在当地当志工协助难民 每天焦急找寻亲人下落 好不容易有消息 没想到人竟然在俄罗斯 母亲跟姐姐说 当时因为到处都是俄军 他们无处可逃 只能逃到俄罗斯 为了拯救家人 密拉只好联络人蛇集团 付了500美元 让母亲姐姐挤在乡行车里 偷渡到波兰 经历一番波折 母女三人总算玩具 只是恶物战火下恐怕 还有更多难民症等待救援 东东新闻国际中心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